我跟你说一句话 你没有牛死的谁有钥匙 我就是以炒股为生的 四十几岁就去辞职了 就专门炒股了 九年开始炒股的 亚树好 能简单问您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您炒股吗 有什么事 不是问问 就是炒股的一些心得 炒股心得有什么好谈 我炒股炒了三四十年了 你炒股有什么意思呢 那您是赚了还是 赚肯定赚了 赚了多少呢 赚多少 我就是以炒股为生的 就是以炒股为生的 我九六年单位里面 四十几岁就辞职了 就赚了炒股了 九零年开始炒股的 现在九零年到现在是有三十三年了 我跟你说一句话 肯定没有牛死的谁有钥匙 炒股你肯定多数人是输钱的 少数人是赚钱的 是不是 那您炒股的话有没有技巧 银钱有没有技巧 有技巧吗 跟热点呀 有什么技巧了 现在就是炒概念 炒来炒去就是炒概念 一回什么概念 一回什么概念 你就跟热点炒就是了 就是什么回事 我跟你说 我炒了三十几年 肯定没有牛市的 那您九零年到现在 也经历过几波牛市 什么事我都经历过 什么牛市不牛市 您在这么多年的炒股过程中赚最多的一次是多少 赚最多啊 我跟你说就是炒那些股 我供 现在已经是下市了 四块钱美金的 十四八块最高跑掉的 一下子就几百万 那您等于说十十倍左右 十二倍了 那个时候就炒资产重组嘛 资产重组你捡便宜的 捡这个大股东厉害的 你最便宜的四块多 连续十六个展厅板 涨到四十几块 那他现在下 展厅板打开来了 你就走路 就是这么简单 您怎么知道最高点抛啊 最高点 展厅板打开来了 就跑 跑嘛 就是了嘛 人家展厅板 你比展厅板低的 第一毛钱 价格优先 时间优先 你知道吗